结束选战之后 高雄市长陈其迈返回了工作岗位 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视察捷运 钢山路竹延伸线的工程进度 由于这项工程攸关着北高雄的建设发展 市长是要求要如期如值完工 那么至于外界关心的政府议长选战 市长表示尊重党团的决议 也期待未来府会合作顺利 才刚结束激烈的选战 市长陈其迈返回钢位第一个公开行程 就是来到钢山视察捷运钢山路竹延伸线 第一阶段的工程进度 戴上安全帽 陈其迈跟着工程人员爬上楼梯 马步停蹄关切 北高雄S廊带重要发展的重大建设 今天我们是来看RK1 RK1是大概113年会完工 这个是从我们红线就直接延伸到钢山的市区 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我们到这个应该是到路主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一阶的第二个阶段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116年能够如期的完工 那这个对于串联北高雄S廊带的部分是非常重要 依然是轻轻轻的作风 陈市长强调四年任期权力拼建设 还说一定会做好也做满 拼建设做好做满四年 这个是承诺我再讲一次 做好做满四年权力拼市政建设 绝不松陷权力以赴 至于这次议员选举蓝绿两党席次都没有过班 民进党能否拼回郑副议长宝座也格外受到注目 这个是由他们协调产生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政党 其实在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其实也是过去也是有很多的经验 这个党的机制就有尊重他们党团的一个决议 大家尽量我想不会过度竞争 这个是他们在今天开会的时候 大家的共识 选战过后市长陈其邁又身兼民进党代理主席 如今脸上似乎看不到盛选的喜悦 倒是肩上的责任只有比以前更加沉重